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为爱我活得很坚强 为你活跃变得不一样 我相信黑暗中的天微光 是明天的彩虹 爱我活得很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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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笔魅俗匠人之感 构图凌乱 色彩混杂 小姑娘 你戴的墨镜 能看得清楚这些花吗 真不是我看不上这些花 是因为我来这之前 有人向我推荐了一位 年轻的画家 简陈彦 你们看一看 来来来 大家都来看一看啊 看一看这位画家的画 他叫简陈彦 他的画呢 色彩运用性 光影变化鲜明 构图又非常地巧妙 看一看 喂 二姨啊 草菊 浓娃米的草皮 我锁了哪弄来 啊 还差一点呢 弄业擦多少啊 六万多 啊 一共济肥 弄哪的也擦落肥 弄哪弄为自己啊 弄死了草菇飘的吧 不是 哎呦 您就别问了 总之这个月我肯定还上啊 我们会称为自己的 女士和先生 现在 只有你们 最值得了 国内的 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es, we have 8 million, Mr. 97 Static price, 8 million Do we have 8 million? Yeah, 8 million 8.5, 8.5 million over there This stone got a perfect red, pure, crystal clear 9 million, 9 million for a stone Even the kings are fighting for it 9.5 9.5 9.5 once 10 million 10 million once 10 million twice Remember, that's the best stone in the world Do we have more? Okay, 10 million for a lease over there Number 72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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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手里活先放下 我说个事啊 下班谁都不许走 都去展厅汪汪布展 接着干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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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们吃饭了 你们怎么干着活 明明说了要暖锅 白指的是暖锅吗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你看看这会场 一片白不慈烈的灯锅 还有这墙 白不慈烈的空一大片 对不起 我告诉你们 明天一到你们跟我一起 受制东西滚蛋 对不起 经理 您看啊 这里空了一个位置 再挂上一幅号不就行了吗 到这时候了 我去拿这花来挂 那看这面墙上 挂的都是印象派的画作 我正好认识一个印象派的画家 他非常优秀 而且有很多作品 可以先拿出一幅来应集 这些灯光我也能搞定 放在我身上 老板辛苦了啊 怎么样最近 北温公司 接了一份两千万的订单 但是客人临时要求加急 所以需要我们公司 调一批碎钻给他们订急 这个是调货申请 好 这个展区是因为我们下个月要参加 润起百货周年庆活动 所以设计是临时赶制出来的 一些展品 你看一下 对了 这一份是全市专柜入住润起百货的合同 乔律师已经看过了 没有问题 齐总 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齐总 我的老师有很多优秀的学生 而且大部分 都已经有了个人律师事务所 但是他退休前 却将令尊齐桓先生的 遗嘱执行律师一直交给了我 您知道为什么吗 我来猜猜 大概是因为你的颜值跟我相当吧 因为在所有人里面 只有我亲眼见过那颗个血红 所以 就算是您找来了一颗 同样顶级品质的红宝石 但是仿得了容貌 仿不了神韵 我理解您 试图欺骗我的初衷 但是作为遗嘱的执行律师 我必须严格地 控制遗嘱的内容 如果您的手上 没有那颗个血红 我无法将遗嘱内容告诉您 齐总请 老板 你说你花这么大价钱买下了这颗红宝石 早就有消息已经传回过了 您要是真想骗乔律师 应该派一个人悄悄去把他买回来 我可没打算骗他 我买这颗红宝石 只是想要请他来鉴赏一下 至于其他的过程 都是他自己脑补的 所以 你是故意让乔律师误会你 好套他的话 赶快去查吧 我想知道他 最有可能接触到宝石的时间跟地点 好的 老板 上来 老板 老板 制作一次 quit 很一直死去 我去晚安 晚 הא 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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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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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去 你中午吃的什么呀 我不是给你五分钱了吗 没叫外卖啊 我忘了 你这样是不对的 饮食不规律对身体不好 好好下次注意 对了 伦波朗你买了吗 现在那个颜料也不便宜 真的那么不好用啊 我现在颜料颗粒太粗了 容易褪色 伦波朗的颜料呢 不但上色好 而且那一组里面 还有四个氧化透明铁色 上光特别好 我男朋友好可怜哦 我男朋友好可怜哦 既然这么好 必须给你买 等到你成名了 每一幅画 都能拍卖到天价的时候 罗伯朗算什么呀 拍卖行哥画廊里的人 都是艺术商贩 我的画 才不要卖给他们呢 是是是 大艺术家 你的画呢 是要挂在世界各大艺术馆的 至少也得给收藏家收藏吧 不然随随便便挂在哪幅墙上 跟壁纸有什么区别啊 颜料呢 等下个月发了工资 我就给你买 这两天我工作忙 但是呢 我会给你打电话叫好外卖 等外卖来了就把钱给他啊 等外卖来了就把钱给他啊 我身上还有钱 你拿开买吃的吧 要不然买点新衣服装 我不用 你没听说过啊 人不如新衣不如旧 好了 你慢点吃啊 你就别收拾了 等我过来收拾 走了 你下班了 下班了 下班了 小贝你回来了 回来了 小贝回来了 回来了 您先过 小贝 你可算回来了 阿姨 您看我交了一年的房租 这才七个月呢 您就让我搬走 这一时半会儿吧 我还真找不着合适的房子 您就在宽限我一段时间呢 那这房子我已经卖上去了 再说了 那剩下的房费 我们都已经退给您了 那剩下的房费 这一时半会儿罢了 我还真找不着合适的房子 这可是我们日期百货的代金券 这可是我们日期百货的代金券 还挺多的呢 阿姨 您就再宽限我几天时间吧 一找到房子 我就立刻搬走行吗 那我再给您三天时间 行行行 三天三天 就三天啊 谢谢阿姨啊 阿姨 送给你的 喜欢吗 喜欢 对不起啊 大屏幕 调试了没有 别都说错了 吴经理 吴经理 怎么了 我的花儿拿来了 好 那直接上二楼吧 这边这 二楼是特派区啊 上头要我们腾出五分之一的展位 给陈氏珠宝 现在没空位了 你这花要拍卖 就丢特派区 不卖 立刻拿走 别当我事了 特派区卖的是装饰画 我这幅画怎么能拿上去呢 不是 你不拿那边去 难道挂在陈氏珠宝旁边啊 你自己打量打量 配吗 你凭什么侮辱这幅画呀 陈氏珠宝有什么了不起的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金银是流动货币吗 我这幅画的艺术性 整个陈氏珠宝的展品 加起来也比不过 你觉得你自己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是你认识的人吗 记得 我是陈氏珠宝的负责人齐唐 有什么需要沟通的吗 叶昭爵小姐 因为你们专柜突然插队的关系 我这幅画原本的位置没有了 作为这么大一个品牌的负责人 是不是应该懂得 先来后到的道理呢 很抱歉 虽然我们来晚了 但是我们带来所有的展品 没有一样可以为这幅画让路 你这幅画什么意思啊 这幅画肯定有它的价值 只不过不高而已 我们既然是个慈善的拍卖会 怎么也得为受捐助者着想吧 好 那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如果给这幅画一个位置 我敢保证 这幅画肯定比你们家珠宝卖得好 你这激将法用得倒是挺好的 不过我没打算配合你演出啊 这家商场是你们家开的吗 你说的就算数啊 齐总是我们大总裁的私生子 独生子 这商场就是他家开的 他说的当然算数了 赵绝 来 你知道家里墙上的画不见了吗 不知道啊 这不是我的画吗 你拿到这儿干吗 没事 怎么回事 你这画到底什么来了我 别不清不楚地就拿过来拍卖 引起什么纠纷 比我们润漆抹黑啊 你要拍卖我的画 叶昭觉 你说的优秀青年画家就是你男朋友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先回去吧 我处理完工作我就跟你解释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高高声声说我的画是艺术品 不会卖给那些不懂欣赏他的人 你现在却拿来这种廉价的拍卖会上 叶昭觉 带着你的男朋友和他廉价的画 立刻滚出去 这幅画 我签了拍卖合同的 今天就是放到特拍区 这幅画也必须卖出去 这是我的画 我不卖 陈奕 你到底把我的画当什么 随便就卖给这些 收费品的人是吗 你瞎卖卖卖卖 陈奕你替我上 陈奕你替我上 陈奕 保安 周决 保安 你没事吧 把这俩人给我赶出去 起来 扶出去 先生您好 没什么客戒毛外轰 跟我们走吧 走吧 在这边 叶昭觉 你利用公司资源徇私 才惹出这么大的事 你被删除了 你快离开 谢谢啊 没事 你快离开 齐总 刚才谢谢你救了我 否则的话 现在我可能躺在医院了 没什么 反正我也没受什么伤 关于那幅画 如果你有什么难言之言 不说也没关系 不过我个人倒是认为 尽量少说谎 尤其是对自己亲近的人 看在你刚才救我的份上 我原本不打算提之前 那些不愉快的事 十九世纪时 莫奈创作出的日出 被评论家们嘲讽计较 可一百年后 莫奈成了世界名家 而当时的评论家 连名字都淹没在历史当中 唯一被人们记住的 就是他们的浅薄可笑 自以为是 送我交遣延伸 多管闲事 我只是想告诉你 男朋友的画作 还是有一定价值 谢谢 谢谢 其实呢 你如果刚才替他说句话 保笑他的饭碗 要比你奋不顾身地救他 让他更会感激你 他的主管按照公司的章程 开除他并没有错 我有什么好说的 你笑什么 我在笑我自己啊 我突然忘记了 我老板的高贵品质了 手臂可端 原则不可费 你小心我开除你 有什么好看 小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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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种好看 不要 不怕 你能把榜蝟 你们还有 你赖了 你就没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诚诚诚诚 Sami 喂 谁呀 叶赵 본 你的号卖出去了 赶紧过来半省 多少钱 邮教慈善捐款百分之二十 你倒 الر八万 好 等一下 谢谢师傅 吴经理 吴叔叔啊 少了我可不负责任啊 谢谢吴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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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闹我们庆祝 好像有人要请货啊 吴经理 吴经理 大家对我这么好 必须请 必须请 请进 老板 季总 我来拿拍卖会的合同 回去归档 再避酒 我听说 您在慈善拍卖会 买了一幅画 成招价是十万 可是画家 却是名不见经传啊 小楚 这是我的私人收藏行为 跟公司的账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也只是尽责提醒 减轻您被怀疑 不正当资金交易的风险 谢谢 邵小姐 这是我们店刚到货的 限量新款 全国只有我们店参有的 你觉得怎么样 你已经上头顶上了 头都不开就能看到 你穿什么都好看 喂 赵娟 我回来了 非要认其百货呢 正午跟我一块吃饭吧 谁敢开出一 我 你把解释业的货给卖了 快快 你现在在哪儿啊 赵娟 来 这儿呢 这儿呢 快走 快说说 快说说 谁能这么神奇 把解释业的话给来走了 先点餐 今天想吃什么 吃多少 彤彤我买单 以后啊 财大气粗啊 听说这儿的那个 咖喱鸡汁特别好吃 要不然来一份 来一份 蒋姨呢 想吃什么 我随便你们点吧 随什么便呀 好不容易来 这么会的餐厅吃饭 而且是我请客 我跟你说啊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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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他 咱们点什么他吃什么 行 你们看着点啊 我去他洗手间 好 赶紧点啊 你怎么回事 我从迪拜回来之后 天天捧这个手机 正眼都没瞧我一眼 笑什么呢 本来是嘛 说好了要吃日料的 非得吃这个 昭爵请客 当然他说了算啊 你宰他一顿日料 他一个月 工资都得搭进去 好 那穷 别穷 你不穷 你不穷 你请客呀 你一个吃白食的家伙 还整天积极歪歪的 我都不嫌弃他 你还敢嫌弃他 那行 我给家里打个电话 快点啊 好 已经查过了 乔律师是顾老的 关门弟子 五年前收的徒弟 从时间上来推断 他不可能在顾老那儿 见过那块红包式 这条线 就断了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一个人一旦接触了 某些事物之后 一定会留下证据的 如果说从他身上 我们找不到线索 那就反过来 看看那颗红包时 最有可能在什么样的时间 跟地点让他看到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排除 什么 简神叶都追出去了 你还坚持把话给卖了 你真是 我表妹生病了 二姨急得头发都白了 我必须尽快把钱还回去 你让我借一下会死啊 俗话说得好 救急不救穷 我都穷了那么多年了 莫测呢 还有穷很多年 你救我是救不过来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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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有没有把你卖话的苦衷 告诉简神叶呢 当初买工作室 他不赞成我借钱 我就骗他说 那七万块钱 都是我自己攒的 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呢 叶赵局 你简直是用生命 才保养他 得了吧 你用你爸的钱养男人 等于是你爸 保养了奖医啊 对了 对了 你房东不是逼你退房吗 那你现在有钱了 改天我陪你去看一个 高级一点的那个单身公寓吧 没事啊 我在四七巷那儿找着呢 你怎么还我们平民孤钻啊 那里交通便利 门口是最便宜的菜市场 而且我搬过去 铁板钉钉 就是那里最美最有钱的 四七巷帕里斯仙儿堆 那就是我喽 好了好了好了 我说不过你 那你现在把债还完了 还剩一万块钱 日子总该过得宽裕一些了吧 我给简晨晏呢 买了一套颜料 八千多呢 叶赵局 你疯了吧你 简晨晏就这么被你惯坏的 那怎么办呀 我那么喜欢她 我觉得她值得拥有世界上 最好的一切 其实 我把她花卖了 她也挺不高兴的 到现在都不理我 你自己好好欣赏 不是不要吗 大爷 你干吗对我这样 到地区 没问题 喂 喂 轻语啊 你出发了没有啊 快了 少轻语 你不会还没起床吧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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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把这个放冰箱里动动吧 都软了 要不你也把我放冰箱里动一下吧 我饿得腿都软了 那我现在马上给少庆余打个电话 催催的 你先喝水垫垫啊 我 我给你倒 来 喝水 怎么回事啊 我杀了蒋亦 你信不信 怎么了 又和蒋亦吵架了 你们俩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你也不你啊 你还记得何甜甜吗 他成为伍迪拜的时候 又来勾引蒋亦了 我好像杀了他 你来了 你干嘛 我看 小李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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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碰我 坐好 清云 别扯着我 好 我只是不知道 你你也知道的 我去啊 我去啊 清云 你请等等我 给你去啊 你不找吗 我去啊 你这儿 你不找我 你准备了 我们没有房卡 不许去上去了 刷不刷 小姐 你们说 你如果你是要帮忙 我可以打电话 去问一下的 我先刷 您先冷静一下 你真是 你忙啊 你放不怕我 你快进 叶上军 你也要背叛我是吗 你就这么上去 如果时常误会 你打算怎么办 我问你 蒋云在哪间房 你知道吗 二二一六 你好 你好 我在网上预定了一间 二十二层的客房 这是身份证 麻烦您帮我办一下 陈氏之前在国外 只做高令和限量款 而这次在国内 设立了专门的柜台 我想业界的评论 不怎么好听 都在笑我们自降身价 有什么身价好降的 艺术的功能之一 是向大众传递美感 而不是帮艺术家 抬购它的身价 我可以 讲一 谁呀 来 来 来 嘉宁 嘉宁 给我站住 清雨 嘉宁 你给我站住 我发的 清雨 嘉宁 嘉宁 走开 清雨 嘉宁 过来 走 嘉宁 过来 清雨 让他给你们道歉 有什么事咱们回去说好不好 好 嘉宁 你要走呢 你全身上下 只要是我硬行买了 都还给我 作词 嘉宁 作词 嘉宁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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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宁 风吹过三里吞的那一天 风吹过三里吞的那一天 你走进我的心里面 爱情像经年北京定义成雪 说来就来一瞬间 说来就来一瞬间 好想再见你一面 说一说些没感觉 堆积了承受文中好几年 轻易地被你化解 轻易地被你化解 我可不可以带你看世界 在飘着雪浪浪的指尖 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一些 暖暖的幸福不再冬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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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再抱紧你 聊天 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